KPOP二代的盛世一去不复返 当时男向偶像是KPOP焦点 整个亚洲都痴迷于Bitband Super Junior的男团 然而时代变了 随着三代男团SO和BTS 开始专注于个人活动 并开始入伍 女团接替了KPOP 2022年可以说是真正的女团年 近在2022年上半年 就有四位值得注意的新秀 包括Ib Mix Kabler 和Lessafium 尽管存在很多争议 但2022年的女团市场 总体显著的宣传和认可度增长 在KPOP公司中 还不似乎最活跃 寄了Safium之后 他们在8月份推出了新组合Nugens 出道后 Nugens凭借其年轻的Y2K理念 和独夜无二的推广机制 立即成为强者 2022年的KPOP 不仅仅由新秀团队主导 老面孔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2022年3月 Iderjent重来 凭借Tomboy出人意料的成功 战胜了过去的争议 与此同时 Aspot Girls和一级的Snakers 展开了女团大战 8月 顶级女团少女时代 Bly Bean和Trice 都发布了新音乐 加入了激烈的竞争 女团在2022年风起云涌 导致男团被完全盖过 对此不少网友解释 由于男团多以建立粉丝圈为主 音乐鲜少迎合大众耳目 导致认知度低 在数字化成绩上的表现 也差得多 爱的韩社 没人解说最新韩语 欢迎点赞和订阅哦